欢迎收看新闻随便看 我是主播卢卡斯 先看国内地质新闻 吉兰丹长期面临缺水问题 傅大臣就指出 其实丹州的水源是供过于求的 我们只是没地方去水 在此我建议他一个地方 你可以这样 就是 敦马哈迪最近就表示 不要以他的名字来命名那些街道 建筑物或者是为他立碑立雕像 他可不想被世人给铭记呢 我不能笑我忘记 我怕我等一下笑起来太帅 我也不想要心环姐一喜欢我 你懂吗 我最讨厌破坏别人家庭了 加密货币LUNA最近出现了大暴跌 直接掉了99% 整个LUNA几乎可以说是消失不见掉 让LUNA的投资者都不禁大呼 LUNA咧 LUNA咧 LUNA LUNA咧 马斯克最近就预言 中国将会出现非常强大的公司 因为他非常敬佩中国的工人 非常的勤劳 可以工作到凌晨3点 对此 共产党非常担心地表示 你要韭菜你自己去种 近月来百物涨价经纪犯不在经济 许多的食客被影响了 例如这位食客只吃三样菜全是素的 也要10块半 让他不禁大呼好贵 并且说道 你欺负我是吗 你当我吃素的 我还真的是吃素呢 这一期敦马哈迪再度喊告 这一次他要告的是巫统的大佬阿莫扎西诽谤 因为他在5年前说过 马哈迪有印度人的血统 讲你有印度人的血统就是诽谤 是不是有一点点racist 下一则新闻 日前大马输掉了汤杯 最终让印度夺冠 媒体纷纷说到 没有想到 并认为这个印度队是黑马 还有人说人家是一黑到底 这总算是racist了吧 抓到咯 好的 谢谢各位陪我玩各种各样的短新闻 接下来我们会cover两个比较大的议题 第一个是我们的交通部长 魏加强提出的微型交通工具 不得上路的奇怪新闻 以及我们大马首相访美之后 引起的一系列争议 不过在那之前 我们一定要感谢Bosbole 你的创业好伙伴 想要成立有限公司 一定要找Bosbole Bosbole是一站式线上公司秘书网站 他们的线上秘书费 一个月只需要38块 帮你开一个有限公司 只需要1499 而且还包括给SSM的1010块注册费 所以是真的真的很划算 400多块就帮你包到完 最厉害的是你让他帮你开公司 他还可以顺便帮你开买银行 而且是你不用预约 不用去排队 不用去到银行 银行的服务人员会直接到你家 来帮你服务的 我那天就是这样子 他就帮我开到完 公司银行额靠 全部成立到完 成立有限公司不仅是不用让你去背负债务 而且还可以帮助你把生意做大 可以分股份 而且他还有很多政府的津贴 例如现在政府就有给6万令吉的税务回扣 并且在今年年尾就截止了 还有很多津贴 例如5000令吉的数码转型津贴等等 想要知道更多更多津贴 还有更多更多好看 成立有限公司有什么好处 我们会在来临的星期六5月21日晚间8点半 在YouTube和Facebook开启直播 和NGN就是BossBollet的特许会计师 和你一起聊创业 所以记得要开公司 记得找BossBollet 不要等了点击我们的code 来帮我们refer一下 谢谢 文型轿车 那个最近非常火的交通工具 是的 就是让人听了就非常火 尤其是华社 但它也成功引起了我们的交通部长 魏家祥的注意 于是魏家祥一声令下 就表示所有的微型交通工具 一律不准上路 交通部已经在2021年10月17号 判布了2021年的道路交通条令 禁止使用微型交通工具 政府立法管制微型交通工具 禁止在公路上使用特定的微型交通 包括轻便摩托车 微型机动车 以及行动辅助工具 这个禁令一出呢 最开心的应该是全天下的男朋友 Yes 女朋友再也不会叫我朋友去Putrajaya 坐车坐40分钟 然后骑脚 踏车在那边骑两分钟拍照 或者是去Puket Pintang 骑Scooter 骑三秒钟 然后逼我买一个滑板给他 在那边自拿来拍照 滑都不会滑在那边 总之呢 我相信交通部 一开始本来想象的就是 哇 这个禁令一出 哎呦 那些滑舍很讨厌 那个蚊子交车的 哇 他们一定会觉得很厉害 很棒棒的 对不对 他在等大家夸的时候呢 起掉这个时候 反对声浪却是接踵而来 例如 他的自己人 前首相纳吉 就开枪抨击讲说 政府其实不应该阻止人民在道路上使用微型交通工具 甚至应该要多多鼓励使用才对的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高效的把距离中的第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连接起来 是的各位 没有错 难怪同考最后的一里路走不完 因为 机会新交通工具就会禁止掉 哎不是 这里讲的最后一里路是不一样的 纳吉在这里讲的最后一里路指的是 公共交通 原本可以把你从PJ 载到KR的任何一个站点上面 但是你的办公室不可能就在那个站点的楼上吗 所以你还要再走一段路 那个小小的一段路就是最后的一里路 也是同考永远走不完的路 其实呢 我们的公共交通 大马公共交通已经没有很好的 我们之前有做过影片说明 就是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公共交通烂到就是逼人民去买车 结果现在最后一里路也不让人们用交通工具 你是要逼我买那个Sports Click Don't Mine的跑步鞋是吗 虽然那边的鞋是又好 哎 等一下 今天的赞助场不是Sports Click Don't Mine 总之呢 大家都批评 除了纳吉之外呢 反对党方面也有行动党的尼克敏就表示 禁止微型交通工具 其实是与全球的趋势背道而驰的 并且对贫穷的群体造成非常多的不必 因为他们也买不起车 而且破坏相当于200亿令吉的交通工具市场 结果呢 马华的发言人就指责他说 哎 你这个是在扭曲我们 我们来看下到底扭曲了什么 他到底要解释什么 张又全指责火箭企图将课题政治化 渲染称交通部全面禁止使用微型交通工具 实际上只要获得地方政府和地区管理批准 民众还是可以在住宅区 游乐场购物中心等地 使用微型交通工具 是的 他说 你扭曲我们了 我们没有全面禁止 你可以去申请啊 对不对 你申请之后呢 你可以到住宅区 五角级 这个shopping mall 还有游乐场去玩 先不说 在大马 申请一样东西 是个什么样的糟糕体 最近还爆发申请护照排队 到差点打架的新闻 但更重要的是 你可以想象到那个画面吗 各位 可以想象一下吗 就是你手上哪一个滑板 或是一个scooter 然后在那边走 汗流夹背 击巴士 哇 终于终于到 shopping mall了 哇 然后 你就放下来在那边骑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可以跟你保证 呱唧的孤独美食废人 直接变成汗流夹背 不想动的废人 所以为什么马华要禁止呢 马华发言人讲的是 万一微型交通工具的使用者 发生意外的话 尼克敏你负责 一条人命值320万 你负责 然后就要求 尼克敏跟他辩论 我老实讲不用辩论 我直接告诉你答案 不用谁来负责 原因就在于大马的交通 没有规划好 给这些交通工具走的地方 例如纳吉就讲说 速度较慢的 这种微型交通工具 例如滑板可以走人行道 速度较快的 例如スクート可以走脚车道 所以交通局要做的是 在大马城市规划里面 铺更多的人行道和脚车道 你知道我们现在 一直有什么道吗 就是看不到 没有道 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转接道 制定好规则 什么时候规定大家可以快 什么时候可以慢 那既可以安全 又可以上路了 对不对 但是魏家乡没有要这样子做 他给你的选择就是 要不你直接禁止 要不你就是危险 就只有这两个选择 跟我妈妈很像 你要不就是乖乖考一根 不然你今天就出门去做乞丐 我们家没有做prongable这种选择 总之就不给我选 我要做的东西的 你懂吗 没有第三条路的 那也可以这样 所以如果是要禁止 温馨脚车上highway的话 魏家乡应该做的是加强之法 加重惩罚 让父母不敢买给小孩 让脚车店不敢生产 生产直接喊嘎铲 而且要打击那些 其他的纵容他们的人 而不是去打击其他 不管是的人 Scooter啊滑板啊 或者是那种电动轮椅之类的 我们今天是要打死蚊子 没有错 但你不用用火箭筒来炸蚊子的吗 这样子只会炸到更多人 就在上周 我国的首相沙比利 访问了美国 参加了美国举办的特别峰会 结果回国的时候 就受到网民的热烈欢迎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热闹的画面 哇好多人啊 真的很棒耶 但这样子的欢迎仪式呢 就遭到了扬美迎重阴的吐槽 扬美迎就问他 这么多人欢迎 请问你是赢了世界杯 还是赢了奥运金牌啊 结果沙比利就回答 我赢了西蒙 没有开玩笑 这个回答是我编的 但是确实 这样子的红地毯造势文化的 也引来了各方人马的批评 例如卡通画家珠娜 就画卡通来嘲讽 或者是穆达的领袖 或者是DAP的各种各样领袖等等 是啦 去一趟美国回来就变成Hero 啊 我看你是没有给这种花椒吊过啊 他们时常出现在我留言区的 OK 你们快点去出真 沙比利 你不要来我这里 烦 但是也有网民爆料 就在沙比利回国的前一天 某个早工的WhatsApp 选组就有一个工作帖 说的就是早上8点 需要100个人到苏邦 Airport去接机VIP 而且每个人都会有100块 当然我们不知道 这个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毕竟他已经马赛刻掉那个号码 让我们无法查证 我们希望你下次发布这种讯息的时候 可以专业一点 不要马赛刻掉好吗 这样子才可以让我们这些第三方机构去查证 对不对 哈啰 老板 那么我们英雄市迎接的首相在美国到底为大妈做了什么事呢 没错 就是发扬我们的国文 马来文 简单来讲就是他支持的时候用马来文 李斯迈在峰会结束后会见媒体时特别提起 星期五的三场会议中他都以国语来发言 有9个国家 我们使用这个语言 语言 语言 是的各位 许多的东盟国家都用自己的母语来发言 可见大家也是非常非常的清楚 就是在这种会议上面 自己讲话的时候也只有自己要听 那无论如何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收获 那就是在峰会当中 拜登承诺 将会为东盟国家投入1.5亿美元 是的 这么多东盟国家要分1.5亿美元 而纳吉当年收到沙迪的捐款26亿相比 这是零投都不到 现在你就明白了 美国为什么要打中东 因为是真的有钱 与此同时 沙比里其实也被人抨击 例如共争党的议员李文才就说 人家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拜登800字声明里面 提都没有提你 连大马Balaysia都没有提到 拜登有提印尼勒 有提什么柬埔寨首相 所以他就说 沙比里搞不好 只是去打招呼而已 连印象都没有给人留下 我在这里建议沙比里下次去的时候 直接直接像这样子 但无论如何 我在这里也是突然间怀念起纳吉的时代 毕竟纳吉 还曾经跟欧巴马一对一打过Golf呢 但是这个沙比里虽然有一点边缘 但他也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他在酒店内召开记者会的时候就说 他已经跟特斯拉建议说 你来码投资生产电动车好不好 非常棒 但是我们对比一下印尼的总统 佐科威 所以他则是直接飞到SpaceX去找Elon Musk和他交流 然后邀请对方去印尼看看 所以我在这里就建议沙比里 不如你下次直接推特带他 直接问他 带一下你看 看你want to buy Malaysia hashtag Elon Musk 所以你看印尼拿出更多的成绩 我可以跟你讲 Elon Musk一定是喜欢印尼多个马来西亚 完蛋了 Shit 我们一定要想出一个方法 让Elon Musk 特别想要来马来西亚投资 这个东西只可以有马来西亚 我想想想 哦有啊 Elon Musk 我听说你是个Rocketman来的 对不对 你应该很喜欢去探索太空 对不对 你很喜欢太空 对不对 马来西亚有很多太空 真的真的 你来马来西亚 真的 真的 马来西亚很多的 我们政治人物的脑袋 你可以探索一下 里面有太空 里面太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